拍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最终男嘉宾已选择几号 选择二号呗 二号女嘉宾 接下来咱先看看二号女嘉宾的照片 这张照片太古老了 我一般是在看电影的时候 就会看到有这样装扮的人 穿着那样的衣服 戴着那样的眼镜 梳着那样的小插插头 就是学生妹嘛 很清纯嘛 非常的清纯啊 对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女嘉宾上场 让我们把生活过得多日多彩 我是来日沈阳的纤红 她太矮了 欢迎您 您好 你好 那请二位来到我身边 她俩给你掌握 掌握 挺好 她俩身手挺好 她俩身手还相当 这还挺 女嘉宾上场之后 我们看到是一位非常娇小 可爱的一位女士 她俩搁着这一笔挺高 都挺高 而且我们的女嘉宾 是相当自信的一位女士 对吧 男嘉宾说了 平时就爱六个弯 三个步 这应该能牵手 我也是愿意三身步啊 这种玩 她这条件 一般人 就兴趣喝得来就挺好 明哥有另一半在身边了 会不会等对方 可以 会不会嫌弃对方慢 不会 我倒是觉得咱们姐姐 这个大长腿又稀又长 你是不是一步顶别人两步啊 我走到是快 拉个手 拉什么手啊 前面一个后面一个走 来吧 再接下来看你嘉宾生活中啥呀 11964号谢女士 73岁 沈阳人 丧偶 有住房 国企退休 无子女 大家好 我叫谢英华 我喜欢散步 散步让人能沉下心灵 慢慢感受阳光 感受空气 感受大自然对人们的爱 同时也能锻炼身体 增强人的体质 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散一散步 我性格开朗 没事了就喜欢和邻居聊聊天 虽然每天都挺充实 但是总觉得身边缺少一个人 少了一个陪我散步的人 你会是那个人吗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你看咱女家跟提出的要求多简单 就想找一个可以陪自己散步的人 我今天就先给你找成不成的咱先试试行不行 这样俩人散个步呗 感觉一下 咱从孤单影之变成成爽入对行不行 来有请二位咱们从后边溜达一下 完事了 这一看也不像两口子 这两头不乐意肯定的 那是跟两口子走道吗 这不成也是 大家族的人嘛 就跟特别孤独的人不一样 你现在马上从你那单身角色里抽离出来 现在你有媳妇了 俩个大道上溜达呢 媳妇晚上那胳膊走行不行 真的行 这老头不就是个儿来点 眉毛不行 这真的媳妇是可以坐牢 真的行 如果是真媳妇才行 那么刚才给二位介绍一下 就让你们快速的感觉一下 真有老伴来啥样吗 那得晚的时候 过去也没有过一起接收手的 刚才的这个散步的这个感觉 就像他们年轻的时候 如果要是出门在外 是情侣两个人的话 一定是不能够让别人看出来 那年代是哪样 俩要是得手手 要一笑死我 所以刚才女士也说了 我没这么走过 都是一个人走的 是不是啊 我想问一下 这样有老伴的碗胳膊不 怎么说呢 咱们那年代没有 现在也不必要啊 咱们那年代里 没有胖胳膊 不像你们现在小孩 老伴儿抱着 那哥大概还老不亲 咱们没有人亲 所以你也没有这种渴望 老伴儿挽着胳膊走 没有 没有 来吧 谢谢大家